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今天我們邀請到台北市議員李慶元李議員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李議員你好 你好 鄭鴻宜主席你好 鄉親大家好 李慶元議員 我看他過去是做過李慶董 現在是國民董嗎 現在不是 國民董把你改訂 我都掃地出門 掃地出門 說話說太多 掃地出門 你改訂國民董多久 我是 這樣說 我第三次國台是代表行動參選的 拜五選條 台湾文山中情邁和這個人 連續做三年的國台 再來做五次議員 第八次 九次 十次 這都是行動的議員 你這麼資深 行動的議員 第十一次 第十二次議員 是代表國民董來選 所以你做五任的議員 五任的議員 對 兩任的國民代表 國民代表 第三次 國台 一任 一任 待會新黨那麼多 國民董比較少 對 是這樣對 所以 照你講 你應該是做很沉默 可以這樣說嗎 當然 你如果是說行動出來的人 人如果是說在政治光譜裡面來分 應該是沉默的 不過就是說 我這個人可塑性比較強 為什麼比較強 就是說 因為我本身是新聞界出來的 對 你台師大傳播系的 我是台師大社交系新聞組出來的 出來以後就是媒體裡面服務 服務差不多按頭到尾服務15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新聞界出來的人 那就是跟社會 關聯也好 還是社會的變化 我們比較吸收 吸收的比較強 可能這樣 所以雖然說我是政治光譜裡面比較沉默出來 不過我們有這個思辨的能力比較強 是 是 是 這個適應能力也比較強 你是說什麼事情 說到國民董 董不來幫你開除 主要就是說 我是做議員的時候 尤其是差不多 不管是馬英雄做市長八年 郝龍斌做市長八年 所以10年我都在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我有一個觀念 可能我是記者的個性 記者的個性就是說 記者是用別的檢測 檢測社會政府 如果說做議員的時候就要檢測政府 這是我們做議員最基本的義務和執政 對不對 所以我在議會裡面不管是馬英雄市長也好 或是郝龍斌市長也好 任何市政的問題我們都嚴格監督 我都沒有在幫助 所以在議會裡面 國民董議員說 哇 你好像 他說你好像比民進董 還要刮民進董 對不對 尤其是郝龍斌時 包括現在柯文哲做市長 柯文哲做市長就要來討論五大案 其實在五大案裡面最起碼有四案 我在郝龍斌時 阿嬤英雄市長我都在選過 那時候我就強力監督 郝龍斌市長其實對我也很不爽 很不爽 那時候很不爽 不過他也沒辦法 很不爽 很不爽 他說你自己國民黨 為什麼大家不要說 我說我做議員的基金就在這裡 我做議員的 完全就是說 第一點我抵寸的時候 還是要檢討的時候 第一點要看人民的意見 第二點就看說政府需要什麼 第三點說我是一個議員 最後才是靈動 最後才是考慮靈動 你在郝龍斌時說實在 他那個時期只恨沒有那些刀 不然就給他撲死了 再有想要撲死了 這樣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他這麼討厭 我當然 譬如說雙子欣事件的時候 我就得到一些密報 密報就是說 你這要攻擊雙子欣的時候 你郝龍斌還跑去日本 日本跟財政局長邱大展 還有在日本跟賴士森 還有跟雙子欣 要來招標廠商的代表 在日本就趕那 趕那有可能要來合作的對象 這個日本深開發集團的老闆 他就記憶了 我就以後就拔出來 我就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你這個雙子欣要攻擊雙子欣的基金 你一個市長怎麼可以帶財政局長跟對方 這個利害關係連去日本就開始記憶了 你已經等於是 而且你本身又求援政裁辦 所以你雙子欣的聯合開發案 我就覺得這事情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我在議會就拔 拔了他就蓋我蓋到不知道怎麼蓋了 蓋到高雄 他在國民黨裡面 那個時候也沒失誤 他只有一個副主席而已 今年一個以後 整個國民黨就朱立倫主席來做主席 做主席以後 郝隆斌是首席副主席 首席副主席 他理會也好 總統也好 他提名 他是召集人 而且這個北部 不管是大北市 新北市 宜蘭 街人 上面裡面的市長部的主委 都是他的人 考試委 馬英九時代的考試委 都讓人抬頭戲 一個都沒勞 沒勞下來 裡面的人 有一部分都是郝隆斌的人 他的姿勢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 他如果要讀什麼人 都很快 所以那個什麼 蓋水魚的什麼楊石蕭也讀掉魚 對 蓋水魚的 我就不用說了 我在想說 你要給我開除 對不對 我在想說 這樣啦 我抵抖好了 我不知道抵抖最起碼 我對這裡有一個交代 我就說 別跟你想太大 你如果把我開除的話 三國民人更大 因為我是說真話 說真真真的一位 讓你開除的話 對國民黨的形象一定會受傷 所以我就自動退黨算了 結果我退不到 伯國會 他就把我跟楊石蕭 其他幾個人就開除掉了 把你掃地出門了 謝謝 謝謝 所以說的是大家我也覺得做完蛋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李慶元 他做過一任的新黨國大代表 做過三任的新黨市議員 台北市議員 做過兩任的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就是說其實他算這個很藍的藍軍 應該是這樣說 但是我是看新聞說 李慶元的改變是因為318太陽花雪運 你跟你的孩子 你有三個孩子嗎 我三個孩子 對 下面有疾病嗎 主要是我們三人家有一個大閒的 今年33歲 你幾歲 我57歲 你57歲 57歲 你四十幾年住 我47年住 你有這麼多 我看你很年輕 剩下的就34歲 33歲 你兒子33歲 第二的是278歲 第三的是25歲 三人家 去年太陽花雪運的時候 我們大閒的孩子 在臉書 網路裡面 都很深入 很投入嗎 很投入 現在很投入 我相信 雖然我沒有這個關係 我相信我們大閒的孩子 應該現場 或是控制的時候 應該是有期 應該是有期 你也不知道有期 我也不知道有期 因為我對他們是很自由的 我是屬於開放教育 很自由的 沒有跟感謝很多 在處理的時候 我就有一次我在看電視 看了太陽花雪運 我說太陽花雪運 那個時候不是在立法院裡面 對 立法院裡面 我就在家裡說 補什麼 補這要做什麼 怎麼會有那一個立法院 那學生把他折下去 國會裡面 議事廳 折成這樣 我一處就開始 抱怨 講話的時候 我大閒的孩子 就跳得很不爽 對不對 他就來跟我說 說爸爸 你太陽花雪運 這個符帽 這裡面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我就說 我跟我兒子說 怎麼說 你也不能立法院 把他折下去 這個社會 這樣感覺 不安定 不穩定 大家感覺 氣氛不好 我們兒子就說 說符帽 怎麼黑箱 作業 如何如何 台灣 譬如說 你如果沒有一個 符帽 阿伯的協議 兩岸協議的 監督機制 如果阿伯的政府 不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說這是很危險 我覺得很危險 那學生 後面還要衝的行政儀 行政儀 衝的行政儀 我 越來越說 我越來越說 我說怎麼讓行政儀 這樣講 當然 我們大小子 他也感覺 說這個學生 李環宜就算了 因為李環宜是民意殿堂 民意殿堂 只要立法院長王金平 或李環宜裡面的理會 大家不說很犯罪 這個議事廳 在外面開火 也沒關係 因為是人民殿堂 行政儀的事情 其實我們兒子也覺得 比較過頭 比較過頭 他說在外面 廣場在抗議 其實 教理說是OK的 如果 不會跟人家衝進去 衝進去 怕國家機密文件 什麼文件 到時候 如果剛好 如果有心人 自己放一個火 都算在學生身上 民燈 這對 就是說 學生在做抗議的時候 他可能不知道 那裡面很危險 我剛才說過 如果有人沒辦法 亂拋一下火 那就會發熱 整個活動就失焦了 這我們現在也有 認同 不過就是說 他經過的精神 鑑達 就是說 318學院這種 這個價值 價值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這次的 學生運動 為什麼說 我開始會轉變 會轉變就是說 我就要了解 到底他們 抗爭的價值 是什麼 主體價值 以下 這個公民意識 照對大家 主張的 這個價值是什麼 所以我這次 就特別研究 研究 我們就比較理性 就不說 跟去年 跟他們 這樣抗爭 對吧 跟我說 你們 應該就應該特殊 對吧 這個 主張不是不行 表達你的意見 都可以 不過 用這種方法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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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 我們就 就大人來講 我們的觀念 認為說 觀念應該是 要去處理 好好的回家去 趕快回家去 是 要用工特殊 你們看 你也沒賺錢 你 落歲了 根本就沒 還沒落歲 為什麼說 這個 要 要 主張 這個 主張那麼多 讓這個大人 那麼困難 這個 我 去年 是這種感覺 不過去年 我就覺得說 說 我要來了解 這學生的 他堅持的 這個價值是什麼 是 慢慢我了解了 他堅持就說 第一個 一定不能夠 黑箱作業 像胡媽媽 是 你不能黑箱作業 是 你黑箱作業的時候 你當然 對這個 有法說服 對 你無法說服 從這次就說 你的課綱 內容 大家 我就沒在說 我主要是 談它的 主體價值 主體價值 第一點 你課綱委員 你專業 你專業度 夠不夠 對 第二點就說 你課綱委員 包容性 夠不夠 譬如說 你不能課綱委員 裡面 決定歷史 課綱 都是統派 你都是統派 雖然我 我頭拜意識形態 是統派 但是 不過 我就覺得 這不對 這個社會 課綱委員 要有包容性 這個包容性 是應該的 就算是 拜 副主席 做總統 的時候 我也認為 也是這樣 你的包容性 一定要有 大家共同來 第三點就說 你的過程 你應該是 公開透明 而且程序要符合正義 第四點就是說 你對於私教者 就是老師 受教者就是學生 你對於私教者 受教者 尤其是私教者 我們高中的老師 對這個課綱裡面 大家普遍的意見是怎樣 這四點 我感覺就是 他的堅持的價值 堅持的價值 不過 現在很可笑 就是說 這種堅持的價值 一次選舉的時候 被失交了 被失交了 其實 大家 我是比較 因為經過太陽花學院以後 所以回到這一次以後 我就比較理性 理性 你了解說 學生調理堅持什麼 這些老師 古中的老師 是在堅持什麼東西 對不對 我看來 我剛才說 這四點 才是他最重要的 主體價值 為什麼呢 你這次如果是這樣做 我就跟他辦人說 我說 你如果是 你這場 一朝君子一朝臣 你這場的時候 好啊 我都找統派的 我歷史 也可以不用專業的來做 然後呢 我也不 我公開 透明化不足 我程序正義 我不管 違反政府 政府資訊 因為這蠻幹的 對不對 資訊法律蠻幹 你教師 北中南 有班公聽會 都是形式上的 都平行的 平行的嘛 你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不會說一句話 大家想想看看 阿伯 如果是民進黨 這場的時候 他也這樣做 這台灣就亂議了 是啊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李慶元 李慶元是 新黨 當任過國大代表 三任的台北市議員 後來變成國民黨 加入國民黨 是兩任的台北市議員 但是他現在呢 被國民黨開除 那他說啊 他其實跟他的小孩子 在318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有過很多的辯論 那現在的反課綱 他其實更是深入去理解 就同情這些學生 那他的小孩 為什麼一個 爸爸是男君 這麼深藍的出生的家庭 為什麼他的小孩 會有這些看法 這實在是很值得探討 但待會兒再跟你請教 因為李慶元議員 爸爸是多生人 媽媽是客家人 客家人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波動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 被國民黨開除的議員 台北市議員 李慶元 李議員 那李議員 你們爸爸是哪裡姓 我爸爸是三姓 三姓 三姓 跟著蔣介石過來 對 他當時 有話說十萬青年十萬軍 他就是十萬青年十萬軍裡面 就是他國中比亞 從軍 國中比亞號召青年從軍 他就去從軍 是 從軍之後沒多久 就對政府拔來台灣 拔來台灣 對 所以他來之後 他要什麼軍接退役 沒有 他來之後沒多久 他就上衛退役 上衛退役 後來他後 去高雄教宣 就帶我媽媽 帶我媽媽 帶我媽媽去台灣 他後沒錢沒所在 沒土地沒房子 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就對我媽媽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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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就說 三姓那邊有一個山 那個山正好有個台地 對 他說大家可以去開墾 所以就對我媽媽就走那山 沉山那山 那裡 現在叫飛山的地方 對 是沉山來洗 沉山裡面就是開墾 開墾 種高雄 種高雄 早期種小籍 小籍 小籍 小籍你要種過 我種過 小籍就是要做太白粉 是 太白粉 種小籍 種小籍 後面就種水高雄 就這樣 種什麼過季 現在過季就是 比如說 萊姬也有 莹莹也有 芒果也有 柚子也有 你怎麼做到 我都做到 你親菜公公的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差不多 因為我十歲搬來台北 搬來台北 小時候差不多三四歲開始 三四歲就要做農了 做農了 我早期差不多 差不多四點要拔起來 四點拔起來要叫露蕾 因為那個露蕾 他剛出來就照農了 就蜜蜜起來了 所以你早期四點 煮粒吧 對對對 不是 不是 那就倒了 阿吃 對 倒了阿吃 倒了阿吃 以後 你們阿吃得好 我都別人吃 因為你不可能去種東西 阿吃 所以就叫那個煮粘的露蕾 整山都是 整山都是 下來以後 不再烤金蕉 蒸金蕉 對 蒸金蕉來烤金蕉 所以早期要烤 是 以後 我差不多 那個時候 因為 那個時候 要讀書 太誇張了 那讀書要早6公里 回來又6公里 那就是12公里 用怕 我就八歲開始 當然用怕 還不然沒有蕾子清了 小孩 小孩到10歲 我都沒有穿蕾子 所以你沒有在眷村 沒有在眷村 那整山都台灣人了 不過 差不多500公里以後才有人 所以也很少 很少 所以很少人 所以我就 小孩就是 比如說你 金蕉 之後 差不多 早期 差不多7點左右 6-7點左右 就要 去 赤腳大仙 就開始用照的那一項 照6公里 還有沒有書包 你也算不錯 你這麼長腳 結果你又扣掉4萬大學 那是因為來台北 來台北 比較贏 爸爸 爸爸成功 對著 對於小孩 差不多10歲的時候 剛才我有一個 叫做孫祖父 孫祖父 在台北工作 他就說 南部的地方 整山 嘻嘻嘻嘻 說 老爸 小孩沒前途 就把小孩 我爸爸這邊 小孩先帶來台北 帶來台北 就讀那個勇建國小 文山窟 帶來台北 我就八歲 一年就有夠可能 來台北 那學校說 我的程度實在不行 所以又重讀一年 很快 很快 我那時候又考前三名了 跑到這邊來 竟然重讀一年 這樣 是 那你和你的33歲的兒子 318太陽花學院的時候 有激變得很厲害 說實在 算是 雖然說我對他們的教育方式 是比較開放的 比較自由的 不過呢 他對三方 318捷運 很激情 說實在那時 你有做震撼嗎 我都在震撼啊 我覺得 我如果比如說 318捷運 我才會說一下 就是說 比如說 古年不是那個 連勝文跟柯文哲的算機 對 我現在也給我激變了 一級七象 我坦白說 我對小孩子開放自由 但是我相信他可能投的是柯文哲 應該是啦 他沒有跟你說 可能我三個孩子都是投柯文哲 是喔 我就跟他說 我都沒辦法的 你們爸爸是國民都拿名的 我一定要投連勝文 我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 我做一個 就叫做 說實在 我就投入 那是我的自由 但是我說 我的責任義務 你們自由 你們自由 我也行為出來 因為你們現在很可憐 33歲 外面他做一個工作 買房子也沒辦法 每個月都月光族 你們33歲 那個在帶母親 還沒帶母 月光族 月光族的情形之下 他看到連勝文 你管官二代 富二代 什麼 這個處理大母親 保石節 紅酒 保石節 還有地寶 地寶 說實在 對少年人一點要吸引你就沒有 所以我也同理啦 同理心啦 感同身受啦 所以我並沒有跟他們 這方面我沒有跟他激變 倒是 倒是那個318學運 那個事情 我主要激變的就是 那個時候很衝擊很大 我怎麼去 站立法院 站他那麼久 然後還去衝行政院 這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 跟他孰可人 孰不可人 就跟他講 說了我們孩子就說 沒辦法 政府不需要改變 等於去抗議 街頭抗議 政府也 好像那個胡茂協議 都堅持要去實施 每次座談 座談以後 就是形式上座談 跟這次的課程差不多啦 你那個小孩二五歲 十八歲 我小孩是比較宰難 比較宰難 宰難 所以他不會 你辯論這個 他比較不會 因為他宰難 宰難的時候 他就吐兩句嘛 說那個 他也是同情那個 同情318學運的學生 我們那個宰難 同情太陽花 你覺得說他們的意識形態上 和你一樣 也是通牌嗎 還是男軍嗎 還是有改變嗎 怎麼說 其實我對這種改變 是去年九合一 大選了以後 去分析他們的 所謂的投票結構 我才了解說 現在年輕人 投票二十歲到四十幾歲 其實跟我們的統徒意識 意識形態 藍綠分立 這方面很淡薄 很主要在這裡 很主要是說 我們他們雖然是 比如說他們是 行動家庭出來的 國民家庭出來的 不過他們的思辨是自由的 有自主性的 而且自主性非常的強 這是我最大的感受 所以他們不是藍也不是綠 就是說 他自己不把自己貼標籤 他自己也不會藍不會綠 跟現在反課剛才的學生 學生本身的坦白講 也是一樣 可能我們大人 去看他們的時候 你的速度 可能比較 我差 所以你們這群都是給我差 都是差 我覺得我們大人 看年輕人的時候 如果這樣看的話 是嚴重錯誤 所以我今年 我今年觀察到年輕人說 這些年輕人 原來他們是獨立自主 你敢不敢問說 你們是主張統一還是獨立 還是國家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 就他們來說的話 我可以感受得出來 其實年輕人 他們第一個 比較喜歡維持現狀 第二個 他們普遍認同 我是台灣人 認同 其實他對中國大陸 比較沒什麼感情 說特別說 他們認同 比如說我有一個好朋友 已經那個是生然到不行了 出接了 出接了 他們兒子 他衝擊也很大 他昨天跟我講說 我怎麼竟然說 說我是台灣人 他說會發言 我說你要體諒到 也有年輕人 土生土長在這裡 感覺說 這兩千三百萬人 才是他的命運共同 對不對 他感覺 所以他們大概比較傾向說 比如說 頂多 頂多 他會說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但是那個中國人 不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人 他是屬於歷史文化傳統 那個中國人 頂多這樣 李源 我請教你 你有出國過嗎 出國 出國 你出國有剛才五個人 有人都會跟他 你對來 那你說 台灣 不會想 看我都穿得哪 對吧 就是說 我是台灣來的 一定是這樣的 對啊 所以是台灣人 你說 你說是ROC來的 他可能 聽不懂 可能聽不懂 比較好分辨 這對年輕人 這對年輕人 很清楚 對 他們很清楚的 是 你沒有問說 你那個朋友 寫拿到出接 說我問說 你出國都說 你對人 對 我是 其實 坦白說 我要來這個電台基金 我也跟一個 也做人做人做人的 這個開工 開工 現在他也覺得說 這個 他覺得說 我們現在都被學生教育 都受到學生的教育 前面是我們家長教育孩子 這個老師教育學生 是 社會大人的教育 現在不是 這次從318學院 到這次課程 我們大人 讓他們教育 教得很嚴重 我剛才覺得說 我最近說 我要來檢查一下 我去年318學院 他 跟他肌變了 他 我就說 我要檢查一下 我這個腦筋 裡面的東西 要重新洗盤一下 以前叫他洗很久 洗很久 要洗盤一下 什麼是不對 什麼是本舍 要把它添掉 什麼是 是符合 這個公民意識 符合我們的 你會想過什麼 想問是不是 我就覺得說 第一 這待會兒再說好了 好了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李慶元議員 剛好郭民眾凱迪 但是他以前是 擔任過新黨的議員 擔任過新黨的國大代表 後來是加入國民黨 擔任過國民黨的議員 那他是說 318太陽花學院 跟這一次的反課綱 對他跟他的家庭 其實都有很大的轉變 跟衝擊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今天我們邀到現場的來賓 是李慶元議員 是親愛的議員 最近叫國民黨開提 那李慶元議員 他有三位小孩 兩位老大老三是十八 十八 28歲的這個是女兒 對不對 那這個另外 太太是台中人 台中人 本家人 對 那爸爸是山西 媽媽是客家 客家人 約父母就台中了 對 好老人就對了 對 所以太太的意識形態也跟你一樣 是藍軍 基本上來說 長期以來 他是算是比較屬於藍軍的 也是藍軍 沒有問題 現在他有改變 跟著你一改 現在他就覺得說 這個台灣 坦白說 我們比較說修正到稍微中間一點 中間 中間一點就是說 第一個 盡量不捲入統獨之爭 是 然後也不捲入意識形態之爭 相關這種爭議 我們保持一些理性跟冷靜 所以我們慢慢變成中間力量 變成中間力量 你重年有多久 重年 國民黨重年有多久 我高中就立黨了 你小孩有立黨嗎 三十幾年了 他沒有 他三個 三個有 因為我是 我入國民黨以後 入國民黨以後 因為 那個時候主要就是說 國民黨他的策算 有可能要東完 要東完票 對 要東完票 所以都都是入黨 你們家計較了三四票 黨員票 不計 不計 我們家差不多是 親家而已 為了我入黨的 就差不多超過二十個以上 親家 超過二十個以上 我朋友就 掌握黨員數 掌握黨員數 對 真的 謝謝 謝謝 那差不多 請問兩三百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好嗎 台灣早期是蔣家獨裁 所以蔣家在台灣 選舉可以說都得到 哪像北韓的 98%的選票 99% 所以蔣家的時代 因為你號稱所謂的 自由中國 所以其實也有民主 所以也有民主 也有選舉 對 但是我覺得那選舉 很假的 當然那個時代 就他們這麼威權 那個時候 大概是民國 四十年左右 有郭雨昕 余登發 這些人 對 那這些人 吳三連這些人 都用五黨籍算 隨時蔣家出來選 就算得很勇敢 對 那時候拿到的票 其實就很少 我看全台灣 用票的比例來說 他們可能拿兩%而已 五黨籍 國民黨可能拿98% 這是大概六十年前 但是慢慢的五黨籍 後來發展到 所謂的東華 對 東華的時候 我看起來就說 東華大概拿十幾% 十幾% 那後來到民國76年 1987年 民進黨成立 我感覺民進黨 才要拿30% 成立的時候 那後來到進展 差不多40%左右 到到 你去後面 是2000年 選總統的時候 拿39% 對 所以我想像 那時候才有40% 最後到2000控制 你 單水平第一半 過50% 50.228 這樣 那 到到 當然這中間 有高低取幅 對 那 到到2014年 民進黨的九合一大選 民進黨可以48% 對 但是這48% 其實沒有加進 柯文哲 大量的 屬於比較綠的選票 對 其中他的票 應該是綠的比較多 對 那加上 民進黨和鄭永金合作 對 所以 如果是這些票 把它算進去 其實 我有算過 大概 他們拿到 57%的選票 57% 也就是說 綠的 從2% 變57% 這個大概花了 60年的時間 對 那國民黨是從98% 掉到剩40% 因為他基隆 還有一些武黨籍 所以 我想請問 這個 李議員 就是說 你 長期 處在 南軍裡面 你怎麼看到 這個選票 這樣的消掌 選票消掌 是這樣 就是說 你就要去看 台灣指標民調 台灣指標民調 我看2004年 對 到現在2015年的變化 對 這個變化 你就看得出來 說台灣 阿拜是什麼人 這個 阿拜是什麼人在作主 就是說 現在 台灣指標民調 從2004年 看出來 就是說 一直到什麼時候 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 差不多 兩年前 兩三年前 開始出現 最大的變化 就是說 從2004年 到三年前 整個的政黨喜好度 跟支持度 郭敏東還是最高的 差不多 不一定 他的變化 不管什麼變化 中間選民的力量 不是郭敏東 不是民進黨的 我們姑且視之為 所謂的第三勢力 或中間選民力量 這中間選民力量 在2004年 一直到三年前 跟郭敏東的 集市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郭敏東 差不多 有時候30% 有時候27% 有時候差不多31% 中間選民力量 差不多25% 23% 25% 民進黨 一直都差不多 十幾% 十幾% 最多20% 左右而已 就是他的支持度 但是三年前開始 尤其是去年 318太陽花旋律 出現劇烈變化 劇烈變化 就是說 那時候 政黨的集市都 民進黨 那是21% 不起來 郭敏東 27% 那是7% 那是比較高 不過 不好意思 318學院時 中間選民的力量 40% 40% 他就是說表態 我不是郭敏東 我不是民進黨 那今年 九合一選舉的時 中間選民力量 是38% 郭敏東 一樣 要是267% 民進黨 要是一樣21% 最大的變化 就是今年 今年差不多 6月時 出現劇烈變化 今年6月時 郭敏東 只21% 民進黨 8到17% 多病 多病 中間選民力量 一樣 那是38% 一樣 308% 中間選民力量 你把它分析 年齡層的結構的話 你發覺 都是20-45歲 比較多 所以今年 柯文哲 他會贏 他無動牌 譬如說 大宝市 中間選民力量 分 中最40分 來看 柯文哲 拿走32分 連勝文 只拿走8分 所以他就大輸 輸了 輸了 所以這種情形 就說 拜台灣的 不管是國民黨 民進黨 誰如果沒有辦法 他的訴求 他沒有辦法 跟著公民意識 他沒有辦法 以民意為依歸 來做事情 中三十幾% 四十% 他就輸出去了 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 我觀察說 為什麼 很多訴求 我觀察到說 柯主席 他的訴求 他是往中間靠的 民進黨也往中間靠 其實大家就在在乎 這個力量 了解 但是我覺得 國民黨卻反其道而行 讓我一點點就沒有 就了解 反其道而行說 奇怪 你完全 九合一敗選 你還沒什麼事 結果 你現在 整個克剛的議題 還要再去操作 所謂的 深藍那一塊的 去操作所謂的 大眾國史觀那一塊的 去操作所謂的 統獨意識形態這一塊的 這一塊 操作下去的話 你就知道 中間選民的力量 你是主席 還是我 我問你 這看得很清楚了 你覺得如果蔡英文 跟洪秀柱 兩個人對決 宋先生他不選的話 你覺得 輸贏的多一塊 這樣看 我是看 七個基幹 所有的民調 七個基幹 所有的民調 最起碼 我掌握的有15份以上 這15份 我給他做平均 做平均 就民調做平均 不管什麼單位來公佈 民調公佈出來 做平均出來 創英文主席 差不多是46%左右 宋秀柱本身 26%左右 就是這樣而已 你中間就差20% 現在問題就是 八位六個 可能 秦民黨的宋主席 來選總統 來選總統 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個變化 變化 以我的研判 以我的變化的研判 比如說100%來看 100% 蔡英文主席 有可能 他會拿到45%至50%幾天 這個選票 不會過半 不會過半 要看 宋主席的論述 因為 宋主席 現在 對蔡英文來中 也是有威脅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數學率 就是中間力量 中道 穩定的力量 這種訴求 是不是對中間 差不多38% 40%的中間選民 是不是有吸引力 我覺得對蔡英文 可能會引起一個威脅 所以 不管如何 三家都來 宋主席 應該是最多 他的選票 可能會 逼近20 最後結論 可能逼近 只有20到20以下 那很慘 拿不到300萬票 有可能 有可能 跟兩千年 那種情形劑 都不一樣 兩千年的時候 丹水密 前總統 他拿票 其實 沒那麼衰退 他是因為分裂 是 現在來說 下來的時候 可能 宋主席 比 連戰 他的票 可能比較少 宋主席 可能拿 譬如說 經過100% 他可能有機會 拿30%左右 30%左右 差不多48%左右 創主席 可能會維持45%到50%左右 這是比例 所以 50% 應該差不多 在600多萬票 我才能跟人家這樣講 我說 蔡主席手上 現在有50個蘋果 洪秀珠現在手上 只有26個蘋果 現在6個蘋果 送他出來 帶這邊 可能 8個 9個蘋果 給他 帶他 洪秀珠這邊 6個 蘋果 給他 帶他 我們 我們 現在 秋中 就一大 6個蘋果 就不夠 本來 讓我們本來 7個 進去 對不對 創主席這邊 有50個蘋果 你分8個 7個 9個 我都會 贏 送主席 出來的時候 會激發一些 中間選票 可能兩邊 都不會打 他會出來 打贏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李慶元議員 從出身深南的議員 但是他現在被國民黨 開除 事實上他們有轉變 深受太陽花的影響 跟反克剛的影響 所以說國民黨 你怎麼看 你未來自己有什麼規劃 待會再來請教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好 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台北市議員 李慶元 李議員 李議員 國民黨的總算 有多少 你怎麼知道 說實在 國民黨總算 我國民黨不知道 你都沒用到 這樣說 我來這裡 參加國民黨的選舉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一完 兩回的選舉 第一次的選舉 國民黨中央 那時候是金埔松 做美術中 國民黨中央 保守0 沒給他保守 沒有 我知道第十一回 我第一次 第十一回 國民黨對直下市議員 保守是兩百萬 這麼好 對 好好 為什麼這個就沒有 我來的時候 那次是奇怪 金埔松是0 就是0 那不是我0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0 對不對 第十二回 這次的選舉 國民黨中央的保守 曾永泉做美術中 5萬 5萬 我剛才是行動 想現在要20萬 對不對 你們都沒要 沒要去跟我說 我們要看東山 到底多少 要查 這個情形 我就覺得說 這沒意思 你說 國民黨的東山的包袱 每天給我們排 對啊 包袱給我們排 你們就跟別人 還有選舉的時候 還沒保守 保守5萬 這對我們來說 覺得這個額子很大 所以 朱立倫主席 在做主席 我一公開就說 我說要求朱立倫主席 一定要處理黨產 最起碼 第一步 先把所有黨員事業收拾掉 先收掉 所有黨員事業收掉 你們都不會懷疑 民黨那裡住在那裡 可能本期 他們不會說 當期以來都是這樣 當期以來 聽說 我聽說 說 馬總統 這個董主席 沒有做意 國民黨的東山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跟朱立倫交接 這樣 還沒有交接 所以朱立倫 沒有就掌握黨產 朱立倫主席 可能對黨產 他要使力 可能跟這次 開林事會的力道一樣 你說的意思 朱立倫說 我要開 這次的課綱 希望 主張 他同意開 立法院林事會 問題 問題 郭民黨的理會委員 沒聽他 這一樣意思 沒聽他一樣意思 如果我現在還沒有交接 這個很有問題 所以這就是說 國民黨的東山裡面 我是覺得 他現在勾出來 什麼三百億 四百億 我是沒相信 沒你相信多少 因為那可能 比如說 我一間房子 他是用所謂的 那個會計 會計去編 比如說四十年的房子 他 市場可能一百一百萬 問題他 還要估 就估十萬塊而已 他沒重估 他沒重估 還有他利用他所謂的 折舊去估 你用折舊去估 那個不一樣 黃金山怎麼能用折舊估 所以我覺得這個授權是懷疑 不過當時以來最起的一堆 就是說 所有的國民黨這些 最我這些都議員 我要去背你的包袱 問題你裡面的人 當時以來吃東西 吃東西 比如你說 只是地保那棟就好了 地保那棟本來是台廣的 是國民黨自己經營的廣播公司 中廣 不好意思 中廣 中廣 土地的貨幣 賤賣賣掉 賣掉 那棟你看 只有棟外人不知道吃多少錢 所以 因為國民黨的東散 他國家沒有那個 沒有去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直接的法律去 像香港不一樣 香港不是只有 花園 叫貪污 民間企業 私人企業 只要A他就想 還是叫貪污 當然 香港是這樣 他也算貪污 台灣不是 台灣算親戰 親戰而已 所以他沒有去過他就沒有了 是 中廣 大小小小 大家在倒閃 跟東散吃了 他也沒事情 所以國民黨 登記裡面東散 就是讓裡面的人 包括可能是 主席級的 有可能是裡面 有洗來的 這樣一路吃 吃到現在 吃到剪 他自己說 沒有的三百塊 本來有可能有一兆兩兆 還有你吃到剪 這樣 是 所以實在 這是很可憐 尤其 島民黨聽說 有的東散是在外國 扎魚 放在外國 不要一直吃完 我告訴你 對 因為我 五月底 真的從古金山回來 古金山 你們就有一個中國國民黨 對 海外支部總部 是 三棧老大館 是 路邊 對 就是說 你是在外國 你在外國 你登記以來 一樣 也被五軌搬運 這乾坤大鑼魚 所有國民黨 都算 我敢這樣說 台本 到不正位置 出的不算了 其他都被五軌搬運 乾坤大鑼魚 吃了 這是 這是說 我們議員 還有排隊都包扶了 這非常 你過來不用排 你現在不用排 對啊 我不用排 你現在民進黨 一樣可以跟死 不用排 不用排 我又請教你 你現在已經 國民黨給你開地 我覺得你的這個 當然就是說 受太陽花的影響 你的錢錢 怎麼會對你走 基本上來說 因為我是做中道力量 中道力量就是說 中道力量就是說 我是統獨 意識形態 我們不陷入 我們不陷入 我覺得這個問題 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走 第一個 中道力量 第二個 這個 站在公民意識的這一邊 主流民意的這一邊 就是說 什麼是對的 我們就去做 去說 我的錢錢 其實我坦白說 長期以來 給我支持的 一半以上 都是因為認同我的理念 比如說 我來國民黨 國民黨說 你是戴槍投靠 你看 新黨也拿一個人 像我台南文山也拿一個人 他也拿1萬5千票 他1萬5千票 我相信他一個新郎 大部分都是本來我的票 對不對 我來國民黨 我一樣是 一樣是 也是2萬4-5千票以上 對不對 所以你過來要賣嗎 所以現在就是說 現在是文山區 跟中政區 因為我經營19年了 19年我算在地的議員 文山區裡面 南亞的裡面 國民黨一個在地都沒有 連賴士堡 立法委員也不是在地的 他也是空降的 他空降十六年在這裡 空降十六年 這個做民意代表在這裡 所以我就覺得說 文山區 長久以來 就只有一個立法委員而已 接高中心 其他都沒有 都沒有在地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在地的文山區 很多事情 比如說捷運 南環段 什麼東西 你有這個立法委員 跟不一樣 不跟我們說話 所以地方 很溫度 很溫度 他就有很多地方人 人數就說 那我就出來 我出來我說 我一個人 我如果沒有當牌 我就打贏他 他是國民黨的 他主委還多 對不對 然後 如果說 整個 整個範欄板塊 在文山區 又是那麼大 一般來說 現在是六四分 六十八是範欄的 四十八是範欄的 四十八是範欄的 這種局勢要怎麼贏 所以我都沒有當牌來選 我很感謝 目前來說 我是各位百合 8月8號要參謀參選 八月八合參謀參選的時候 選這一區 就是文山區 跟中政區 十個例就是 羅宿佛這個區 就跟羅宿佛 羅宿佛是國民黨 中央政策會執行長 就是淘汰林醫師 那個區 民進黨有選人嗎 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我在爭取 包括目前 目前我不能替他們宣布 但是我會了解 就是我如果選不參選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會成全我 這樣 就是這樣 目前是這樣 現在有什麼人有意識 就是 你說有意識是 有意識是 有意識要選的 有意識就是 目前已經出來要選的 是綠黨 綠黨 潘漢森 還有一個社民黨的名字 對 會史聯盟 是 民進黨沒有拿名字 民進黨也沒有拿名字 民進黨也沒有拿名字 時代力量也沒有拿名字 好 好 好 他們認為說 我就說清楚 所以你們有開過火了嗎 沒有 沒有 但是 我 他們沒有給我傳遞這個訊息 就是說 我如果選 他們會說成全我 因為 就是說 非國民黨的力量 如果沒有這些都基礎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能贏 對 會哭中哪 對 不正是這樣 好 你爭的選擇要選擇就對了 是 好 這樣祝你順利 感謝主持人 好 好 我們訪問的是 李慶元議員 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掰掰 謝謝 謝謝